這是一個拋物線對不對 這邊那個帥哥是誰 哈囉哈囉 這個拋物線跟這個拋物線 這兩根拋物線其實他們是同一個 你知道為什麼會講同一個嗎 他們的變化是一樣 什麼叫變化一樣 開口方向開口大小都一樣 那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他們的位置不一樣 那我現在問同學喔 當我把s改成s加2 代表這個拋物線經過平移 來往左還往右 要 兩個單位嘛 這邊寫3 寫3隨著我 好 往下三個單位 這個拋物線的平移 一般還處的平移 應該同學都沒有太大的障礙了 沒有 來這第一個例子喔 來接下來第二個例子 其實講這個很快 好 譬如說這樣 Y等於 2 S0 8 這樣子 我數學有頭飛簽嗎 會啊 他一定會考 他幫人來問問 是 會考是明白 喔 老師沒考你要怎樣 怎麼辦啊 我就跟大家說對不起而已 好 來這個題目好 走上去好 老師今天要女性考吧 剛剛 道歉的時候要露出生氣 第一次考試喔 不知道他會怎麼出 好啊 根據過去的經驗喔 朋友可能一開始就會同下殺死 不是你出的啊 不是我出的啊 你剛剛不說你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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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小考 你出來說小考是我出的 斷考是隔壁班考試 這個考試好惡力 可能第一次出會痛下殺死 也不一定啊 可能會給同學正安教育 來 這同學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喔 哈囉 他這邊 有時候考試喔 他會考上問題喔 他問你說 請問喔 這個拋物線 來 像我上面跟下面是一樣 他說 我把這個拋物線喔 往左 移動兩個單位 往下移動三個單位 之後 可以跟這個拋物線喔 完全重合 你覺得對 同學注意是錯喔 為什麼錯 因為 因為 開口大小 這個 平方向的係數是2 這個平方向的係數是多少 3 同學他們的開口大小怎麼樣 是不一樣的 所以即便你把他們的頂點 這個平移到同一個位置對不對 同學事實上 這兩個拋物線喔 是不能夠怎樣 是不能夠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們開口大小是不一致的 好 你懂這個意思嗎 有時候他在考試 他 譬如說像這種螢幕 他就可能設計在那個是非題 他就問你說 欸 請問這個拋物線啊 往左兩個單位 往下三個單位 會變這個拋物線對不對 有些同學會以為是對的喔 沒有注意到 好 OK 可以嗎 這個很簡單 我們拼音就講這樣就好嗎 來 那今天要繼續講 好啊 安靜安靜啊 好啊 要講話勒 紅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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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幹嘛欺負紅偉 紅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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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欺負這樣 不是那麼那麼可愛 間接欺負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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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幫你拍下老師你張好 複製 你有嗎 對 今天我們沒張好 可是現在不是起碎 再複製 來 進度 來 來 這樣子人家分了 欸 我好臭喔 看得出來 呃 我這樣看喔 我現在拿小白也可以笑你 你手太長了嗎 有 他們手長 不要 不過是行走 我這樣做就是 nostalgic 我這樣做就已經成功了 laugh 這樣做得出不足了 你不用悶了 我天還要 嗯 坐前面要開始講話 哇 我這個有事 蛤 還有 你再喝什麼 咖啡 我也要笑 哇 散格格也很輕 然後再說晚上都是很不吵 嗚症 我應該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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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安靜 這國中的東西齁 但是我們要跟同學來互眾一下 老師有人要問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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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喝完咖啡後 都會這麼吵 來看這裡齁 二次函數的三種格式齁 寫成這個樣子 這叫什麼是你知道嗎 一般式很好 你要知道這叫一般式 寫上去 來 這叫一般式齁 好那我們知道這種一般式 我們都可以把它配方 配方這件事情是肯定可以辦到的 所以當你把這個一般式 配方之後它會變成 S-2的平方 然後怎麼樣 好 那我現在要問一下同學 配方之後得到的這個樣子 稱為什麼是標準 其實不是叫標準式 叫什麼是 漂亮式 來這個叫底點字 OK 這個叫底點字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相信在手每個同學都曉得 當你把它配方之後 來當你把它配方之後 國中老師都這樣教嘛 另平方向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0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它的頂點座標是誰 2-1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嘛 但是我想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同學為什麼 這個頂點座標是2-1呢 國中就知道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我們這裡不是看出它的頂點嗎 對不對 頂點座標叫做2-1啊 那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2-1有最小 因為R1 好 仔細聽喔 剛才我同學講得很好 這個為什麼從這裡可以看出頂點 大致上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什麼 就是從剛才同學說的 我們從極直的方向來做考慮 當這個y等於什麼 s-2的平方 再-1對不對 你配方之後 來回頭問你 這個平方向一定會怎麼樣 這一下啊 平方向一定會大於或檔比多少 0啊 平方向是不是一定大於檔比0 所以加上-1之後 它肯定大於檔比多少 -1啊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當x檔比2的時候 它會產生最小值 叫做-1 那這個東西它本身 這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那當x檔比2的時候 產生最小值是-1 那就是暗示你它的頂點做標是誰 2-1 -1 對不對 因為開口朝上的拋物線有最低點 好啊最低點就是產生那個極直的那個地方 OK這第一個想法 知道我意思嗎 來然後我再問你喔 為什麼從這裡可以看出頂點的另外一個觀點 因為沒有比它更小的 沒有 極直觀點是剛才有一個同學講的 辣的 還沒有什麼其他不同觀點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地方可以看出頂點的2-1 壞 為什麼為什麼 黃偉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黃偉解釋 你解釋啊 黃偉你現在是 解釋一下 為什麼為什麼 展開 展開 展開沒有必要啊 來說說看為什麼 欸我來問一下喔 3號是誰 喔喔喔喔喔 2號線都可以弄到你 還可以怎麼看 除了從極直的觀點來看之後 還可以怎麼看 還可以怎麼看 來13號在哪裡 怎麼可以不知道 來這個怎麼看 叫邊自來 剛剛23號來回答 剛剛23號來回答 好23號在哪裡 現在12點3號回答 3號 蛤不行 33號 那邊自來 43號 欸為什麼 為什麼 點點是2-1 25號 沒有什麼25號 為什麼為什麼 快點快點認真的 認真的 為什麼 除了用極直的觀點看之外 為什麼可以看出0點是2-1 欸同學這個 y等於s平方-4s加3啊 他跟誰 他跟y等於什麼 s平方 同學 這個拋物線啊 跟這個拋物線 他們有相同的變化 他們兩個 對對對 他們是同一個拋物線喔 他們的差別只在於 他們的什麼東西不一樣 他們有平移的效果嘛 所以我問你 這個拋物線 它的0點在哪裡 對那裡 它的0點不是在0點嗎 那你看著它 然後再看著它 它配方之後 是把這個拋物線 往右移動幾個單位 兩個單位 再往下移動 一個單位嘛 所以你的0點坐標 就跑到哪裡 2-1那個地方啊 上下 不是你們國中 不是這樣教的嗎 不是 所以同學 你也可以透過評級去講這個問題 好 OK 這個都會齁 這很基本齁 再來 同學我們講的一般是 講的0點式 來 你告訴我第三種形式是什麼 最簡式 第三種形式就是考慮 這個二次的函數 s平方-4s加3 考慮它可不可以怎麼樣 分解嘛 來 第三種形式是這樣 y-s平方-4s加3 它都可以分解 可以喔 它可以分解成s怎麼樣 -1乘上-3 來 這是它第三種形式喔 這種叫什麼式 這個叫音式分解嘛 這個叫音式 這個叫音式 成為音 封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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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ser 有大精神四 可是它才會比我 嘘 看這邊 樓蝶 當它寫成這種所謂音式形態的時候 請問它在告訴你什麼東西 s對於三 但它分解成這個形態的時候 它在告訴你什麼式行 它在告訴你一個二次的函數 其實它通過哪兩個點 通過100還有30 這兩個點嘛 對不對 這個我們知道通過10跟30 那通過10跟30的話 其實它也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s平方減掉4x加上3 如果你令它等於0的話 所以你知道它會變成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它有什麼 有兩個相似的什麼 10跟喔 注意喔 這個東西喔 都有機會 對不對 有兩個相似的10跟 對嘛 它是不是有兩個相似的10跟 如果你令它等於0的話 那大家同學有兩個相似的10跟 國中老師有講卷的話 這個判別式會怎樣 沒有 判別式會怎樣 來 判別式叫做 B0方減4x的AC B0方是16 減掉4x的AC是12 是不是等於4 是不是大於0 所以我們在國中文階段有學過嘛 判別式大於0的時候 有兩個相似的10跟 我現在講這個 你有完全清楚嗎 有 所以它的圖形畫出來 你可以在旁邊畫一個它的簡圖 它大概的圖形畫出來是這樣 它通過10跟SO交於2點 還有哪一個點 30 然後它的0點中央是2多長 2-1 2-1 它是個開口朝朝朝的拋物線 所以這拋物線大概畫出來是這樣 沒有問題 可以齁 把它畫出來 這個拋物線的確是可以畫出來的 OK嗎 很簡單齁 第一個例子 可以要問你齁 可以齁 知道我在壓好嗎 知道齁 來知道的話 來這邊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個例題2 這個例題2 我把那個數據改一下 改成y等級s0 減掉4x 再加上4 直接貼方 直接貼方 這個越簡單的東西齁 科學你要掌握得越精準 發現齁 我們先同意就是 簡單齁 都沒有學好 來 什麼事 來 同學我問你齁 這個怎麼也配方 可以 可以 這配方出來是多少 可以 你可以是怎麼樣 -2的平方 它本身是不是大於檔於0 所以同學這個拋物線 它開口早上可以唸在哪裡 20那個位置嗎 那它可不可以顯得音式的形態 可以啊 它寫成s-2 再乘上lota s-2 所以代表說 這個時候 這一個拋物線 它跟x手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 是這樣子齁 x手在這裡 來 這是20 0這個點齁 這個拋物線 同學 它0點在20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拋物線 現在長這樣 這樣長去 可以嗎 可以嗎 有關問題 可以開口朝上的拋物線嗎 對不對 0點在20這個位置 所以你看喔 它跟s手是在交流20這個點 然後同學我現在問 請問 這個時候 這個方程式 s平方 減4倍的x 加上4 反比例 它有兩個根喔 這兩個根 現在是什麼根 重根 這個叫什麼根 重根 重根 它有一個什麼 它有一個二重根 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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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二重根 是2喔 它兩個根 長得一模一樣 這個時候它的圖形 跟n軸 是怎麼樣 是相接的 可以嗎 OK 那這個時候 判別式 來告訴我 判別式是怎樣 判別式 第一平方 16 減掉 判別式 等 可以嗎 這個也沒有問題喔 這第二個喔 我講完兩個喔 再來 再講第三個 這麼快就第三個 對 來 寫一下 我這樣寫 y等級s平方 我看喔 減4x 加上 好 這個 這個叫一般式對不對 那我問你 這個如果配方 會變成多套 會變成 x-6 2等0方 再怎麼樣 加1 所以它會大於等多套 大於等多套 大於等多套 它大於等多套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從你可以看出 它的頂點是多套 你如果畫圖 而且它的頂點做標示 是在21這個地方 這是21 大概在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拋物線 畫出來是這樣 5 5 好 來 頂點都不要在這邊 25 好 那現在我要再問同學喔 哈囉 哈囉 可以請問喔 這一個二次函數啊 這一個 它能不能寫成音式的形態 你覺得可以還是不行 就高一的小朋友來告訴我 這個二次函數啊 不能像剛才前面兩個一樣 寫成這種音式的形態 你覺得可以還是不行 你覺得可以還是不行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也許這樣都不行 沒有 因為它跟s 都怎麼樣 沒有焦點 這種沒有焦點 其實同學你看喔 不管x是誰帶進去 你看一下它的y座標 永遠都怎麼樣 都是正的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在數學上有一個名稱 叫做成什麼 你知道嗎 這叫成正 這種橫正的拋物線 像比如說它開口朝上 它的判別是小0 它跟這個f走完全是碰不到的 所以它事實上沒有辦法 像剛才前面兩個一樣 寫成這種音式分解的形態 這種形態是沒有辦法去表現出來 聽懂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國中的時候就會講 這時候叫什麼 無時速解對不對 對 無時速解 國中角無解 對啊 國中角無解 OK 那無時速解的話 總學判別式是多少 判別式B平方16-4ac 所以判別式小1 我那個我花了25分鐘 我在講什麼 我在講這一段什麼東西 你們都會嗎 不會 我要確認一下 這個教室裡面的每個